再来华林县社会处为了要让社区更加了解 县政府打造的社会安全网 以及社区对脆弱家庭的认知与理解 所以在办理了浅谈脆弱家庭言习讲座 并且有12个社区26位干部来参加研讨会 华林县政府社会处为了要让社区更加了解 县政府打造的社会安全网 以及社区对脆弱家庭的认知跟理解 所以办理了浅谈脆弱家庭言习讲座 并有12个社区26位干部参加研习会议 社会处表示希望让更多的社区协会加入讨论 一定是需要你们帮忙我们 我们才可以做后续的动作 例如说村长、理事长、总干事 其实你们是最了解居民 也有志工针对脆弱家庭的定义还不是能够了解 也认为定义非常的广泛 在部队里面的确很多案件都很类似 可是在部落也看到弟弟是在游街 就是在外面住 然后没有住在家里 那制造状况是他们兄弟吵架 然后都把弟弟赶出去 那我们部落都看得到 那个弟弟就是在哪个地方住 就是在外面这样 这也算是脆弱家庭 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就可以通过盘点的过程当中建立的作用 那我们如果有机会 我们就分析 分析这些事要提报转件 社会处就说希望透过讨论能够让来参与的社区发展协会干部 更能了解察觉家庭的核心问题 并找到家中得以示力的支点 或许就能够让脆弱家庭找回力量 记者高松霜玉璃震采访报道